因為這樣喔 要停一起停 不要說他要過 車子還要在那邊等他 我覺得行人就用行人的專用的燈號 就讓他們行人先走完 因為這樣子帶小朋友出去的時候過馬路 我就不用太緊張說 等一下車子就要開過來 我就可以很安心的過馬路 然後不用擔心 那最近政府在各個路口設置 行人專用的石像這樣的一個設置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安全的措施 主要是我們的孩子從社區走到學校 都會經過這樣的像中正路、永福路 這樣的大馬路的路口 那有這樣的一個行人專用石像 就算沒有爸爸媽媽的陪伴 沒有導護老師 指揮交通 他們還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狀態之下呢 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馬線上 然後安安全全的走到學校來上學 雖然說看到網路上 有蠻多人在批評行人庇護島的設施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 只要正常開車的話 是不太會撞到那個行人庇護島 會差撞到的話 通常就是轉彎習慣不太好的人 所以就是行人庇護島的存在 我覺得就是提醒大家轉彎的時候 不要切西瓜 然後可以用比較安全的弧度 那我覺得這樣對駕駛跟對用路 對行人來說都算是比較安全的一個措施 掌握施政三分鐘 台南進步向前衝 所謂行人專用實際上就是 在路口的行人要記得看我們的行人專用的耗製 就是我們所稱的小綠人 車看這個三色耗製 那人就看小綠人 那我們會把這個所有的路口的這些耗製的時間 特別區分出一個時段給行人來用 那這個時候四個方向的汽車都會停止 汽車機車都會停止 其實行人專用耗製這件事情 在台南市過去其實就 有在採用 只是可能沒那麼普遍 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視行人通行路全的這個 情況之下 我們積極的來盤點 那市場也指示 要以完成100個路口為目標 那我們首先在這個 行人通行量比較大的地方 譬如說醫院或者是學校 或者是一些商圈 市場附近 行人會來通行路口比較多的地方 來優先設置 100處的完成只是一個里程碑 那今年開始我也跟同仁討論 我們未來會對於行人專用時箱的設置 會陸陸續續就車流跟人流通行的這些特性 作為一個日常持續往前推動的工作 美好士君貝 歡迎收看三位日後的中家台南電新聞 因為報紙電力公司緊急公佈中地勝負 六分流設立天電器發電車 加上中央環境部也公佈該發電車的現金 計劃 應看當地民眾先驚驚 立書李毅丹天輝特別邀請 上官單位和黨地民眾交通 自會累穿正義 立委丹天輝日前 博士寶春電力公司中地在勝負六分流設立天電器發電車 引起地方的討論 丹天輝19年邀請經濟柏林元素主任秘書翁樹貞 環境寶環境保護司司長蔡孟宇特別男孩 同台藤公司的總經理陳立仁 齊婦經法教導臨一同日清正義 公閣應該是你要有很多 包括土地最基本要的客戶 如果土地沒有客戶 你可以說 你要在這裡設電車 這是我白師不得其節 所以我們過去用正常的討論 就是蘇嶺電車 我們要求我們的法律民 要設定給人的電車 親親律電 你就是一定要公開 允許電車一定要公開 跟大家報告 然後有發生的人 所以這就是這樣 所以我真的沒關係 因為你這麼有訊息 這是多好你有發生的 20天走的就過了 20天走的就過了 所以有什麼會這麼緊張 我沒辦法 總經要讓我報告就是這樣 目前我們是沒有收到這個保存 這個公司的這樣的一個申請 要轉送環境的這樣的一個審查的書件 是沒有的 那至於就是說 整個我們這個在整個電廠深色程序 到後面的重設的許可 可不可以蓋電廠前面有很多程序 包括要通過環瓶 包括要取得土地 包括你電廠的設計規劃 要才最好的這樣的設計 都有不同的部位機關來做這樣的一個把關 那所以說這個前置程序的話 要真正要走到這個電廠搜尋 前面還有很多程序 那看起來這個保存現在這個前置程序 就是最重要的這個地方 郭東都還沒做完成的這樣的程序的話 大概不可能往後走 我們大家的這些意見 這些環瓶的書件 完全又把它放在網路上面 這有沒有規定 這全部都有規定 所以這是一個正正的一個正當的一個電廠 我們如果真的要修理 我們一定要經過 那個我們所謂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轉送過來 就像譬如說委員 今天我們在這裡訪問的這個 發電秦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就是我們建制部的能源署 能源署把這個案件 轉送過來環境部 環境部看來看來 因為說後手這個問題 才會正式的受理 當天會進一步表示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地方的民眾是完全不知道 所以保存天然區發電帳的工庫 選擇地點 附近的居民也利用這兩三天 完成反對六分料 失敵天然區發電帳的聯署 當地作為立長一起地方的面臺 也將這份聯署 提高給經濟無靈溫素 環境部環境保護書 台藤公司一起市府京發局 讓中央和市府清楚了解 地方反對聲音 記者中秀儀 蔡宏不得 擔心電過節 林伯回應五樓 豪爹起站有很多車頭 十九號暗時 鄉鄉落入來地面 經過保安 健康經濟危機風車山 地處市府文化局 粗部有過 是天氣變化所作行 20號一頭早 馬克棟檢查精修的作業 當時進行維吾變國 路面上都是一顆一顆的車子 天地路面的車廂也被騙到 有一個九十二檔 歷史委市長後一顆零百歲 後來頂端 後來頂端的車廂也被騙到 市府無法救 趕快到現場會寒 應該就是 長期就是 水從裂縫進去之後 然後加上一些溫度變化 這張冷縮 長時間的影響 導致於粉刷層跟結構層之間 有脫落 那因為 這個粉刷層的厚度相當的厚 達到六七公分左右 後來因為年代較久 加上建築表面 北京冷縮 加造型以外 不僅僅對冷百歲 才會騙臉進行檢修 將有冷氣的粉刷層拿下來 後來又討論 修學思宜 跟專項選者來討論 後續該怎麼樣去進行 這個相關的一些 補強的一些措施 可能 或許 採用一些比較 現代的一些 輔助的工法 來增強它未來這個 粉刷層的一個故作能力 有整修是好事啊 因為我們昨天經過的時候還沒有整修 然後所以才想說今天來看 那 那如果一發現有一些危險 它來整理不是蠻好的 林伯匯建在1932年 是夫俠標籍性建造 修清古增樓 和法教在2011年 開動修後鋼鐵 我剛到達已經超過10年 那時候為了防震的需求 他做了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大概就是5公尺 建方的一個格子格子的 鋼筋結構所構造出來的 在整個安全使用是無慮的 可是那個 剝落難免啦 我覺得應該年久嘛 換像流入的上市萬一 文化教會跟文主委員 以及相關專家下家來討論 未來肉的強化 構成利息建造的順帶 和檢修工作 拼命利息的進行發生 在我們身邊的收看 買菜紅包多 南科近年快速發展 近一部帶動特別的番茄 其中占地30萬賠南科FG兩窟 將在近年開始配地 賣出雅者有過上近的年 就更少會開始撒案 依照土地出的價格 大樓每一賠大約35萬塊起跳 新起的套天將在2500萬到3000萬以上 既然南科上近的FG地区 開發民資有100.13公頁 其中有三分之一做公共設施 三分之一給主體 其他是相約用地 目前進度已經在今年一月底完成配地 到時間會在第二第三個完成 整個區域來講 對未來的南科的提供住宅 還有優質的商業區的環境 鼓足LM的商業區的鼓足 我覺得有非常大的注意 那說不定未來對這個 就業 善化的救市區的居民 或者是南科的就業 這些人群會提供很大的便利性 現在南科三級 正在開發當中 賣家也知道說 FG地区新安靜家 一定會帶動人口行政 尤其LM地区的建築營地 存不三下 FG地区的開發 就能夠解決基礎 更不應急的問題 同時還可以帶動一波高 那它區域裡面有包含一個很大的一個 所謂的這個商業區的一個聚落 那這個地方會提供一些商業行為 因為確實很多人在反映這個商業區不夠 所以這個地方會提供 這個區域會提供 那其他的大部分的住宅區的話 都是這個 一般的住宅區都是這個 50%的建築率 所以它還是會希望回歸說 就是不用這個容積率不要用太多 那建築率的話也會要求這個 相對這個低一點 賣家的營家經濟保鏢是 FG地匯更想將開始推案 透天上近美女的推出 25到30倍以上 價值台幼在2500到3000萬 大樓還要等8天到1天的時間 每一杯價值台幣到35萬 我們就只有阿強老師 從魔術方塊大大改則 做回來看看 這是魔術方塊 這是魔術方塊 這也是魔術方塊 是的 您沒看錯 魔術方塊像變形金剛一樣變形了 不管是圓柱體 粽子體 還是正立方三疊合體 配上不同的顏色貼紙 變得更五花八門 不只讓玩家視覺受到干擾 破關困難度相對提高 也讓手上的抑制魔術方塊 瞬間變成一款玩具藝術品 它其實在轉的時候 各種形狀就會提供各種的愉悅感 然後你在欣賞那個變化的感覺 就會很好 手上拿著刀具及甲具 不停地對魔方進行拆裝 這位是號稱魔術方塊改造達人的 阿強老師以及兩位達人玩家 像我們展示如何將傳統三乘三魔方 加以變形以及困難度升級 會這麼做就是因為一般的正立方體 魔術方塊已經不能滿足Puzzle迷 三乘三玩久了會覺得無聊 所以我們就想說把三乘三的造型 把它改成像數學上其他的多面體 改造的樂趣主要就是手作 因為你手作做完一個成品之後 會覺得會有一個莫名的一個成就感 然後看別人在玩的時候 會覺得這個是我做的東西 大家可以來挑戰 一整個房間櫃子裡 全都是阿強老師歷年來的 魔術方塊改造收藏品 數量之多複雜的程度叫人嘆為觀止 而兩位達人玩家也帶來改造之作 就是要讓你玩到盡興 它其實是一個魔方 那因為它太可愛了 所以我就幫它做了衣服 那它是一個很大的四面體 所以為了形狀 就是有一個K很可愛 因為人在高雄 所以就做了一個K的造型 就是好奇很好玩 然後在改的過程當中 當然也進一步確認了 很多解題上有趣的東西 我一開始是從Twisty Forum開始 然後做了一些手工改造模方 然後後來就有一些朋友也加入 然後那個過程其實滿好玩的 大家就互相分享 然後中間交到很多有趣的朋友 不是只有阿強老師以及兩位達人玩家 全台灣還有一群Puzzle魔方愛好者 一年一度舉行大型聚會 一同討論及分享所長 期間更是吸引國際人士參與 形同是魔方國際交流盛事 阿強老師及玩家們便希望透過魔方教學 與魔方改造促進更多人加入 一起來體驗魔術方塊這個奇幻世界的無窮魅力 解章市民高雄報導 你有沒有知道 個人最近上行的景點是在那裡 經過觀察不是自己的期間 各方太遠山就出現很多觀光客 也能說是當地鄉鄉穿起來的景點 正有當適合市區的半天遊覽 只要天氣穩定 站在基隆塔可以輕鬆觀賞到 基隆山海港的狀況美景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 許多遊客不斷湧進基隆塔平台 大家對於這個新景點 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紛紛拍照打卡 大博禪市那邊下車走過來 這樣也可以 我都這樣走 因為這樣我不用排下面的排隊 我假日我都從車停那邊走路走到這裡來 遊客喔 兩種方式 如果你坐車來的 坐車來 就從那個新二停車場 從那邊市區走到新二防空洞 然後再走到這裡來 然後坐塔上來 如果是開車 其實是可以停在新二以外 可以先開到那個大博禪市 那邊可以停車場 可以停完車之後 走路走到基隆塔 再下電梯 然後再走到市區 然後繞之後 再從步道走上來 這樣剛好有一個 一個篩口 兩個小時 差不多可以 非常舒服 而且可以走到港邊 港邊 整個動線都可以走 去看一下東二三嗎 不是 就是 東三東四 對對對 沒錯沒錯 基隆長榮桂冠酒店 資深副理崔清華也表示 從基隆塔開放參觀之後 旅客詢問度非常的高 也帶動沿線的觀光消費 第一季詢問度最高 基隆塔 基隆塔其實從飯店走過去 大概三分鐘 慢點五分鐘就到了 那非常好玩的是 它是做成一個像 橋式起重機的模樣 那其實跟基隆的以前在 我們在那個貨櫃運輸的方面 有很大的一個連結 那它只要上去基隆塔 大概我那時候有計算過 一分鐘內就可以到達它的頂端 在那個平台上伸出去看 第一個就先看到飯店 這個是好 也可能是我們要 比較注意的地方 對飯店來說 第一個被注意 它就會有必須要肩負的重任 比如說外觀的美麗 清潔度 甚至它的一個潔淨跟亮度 都是我們要注重的點 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在努力當中的 那再來就是像信二路防空洞 這個在選前 甚至最近 大家講說 飛機啦 衛星啊 還是飛彈啊 當中 防空洞被詢問度就非常高 基隆是一個防空洞的那個 密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大家呢 就想說 防空洞這麼神秘 可以進去參觀參訪 甚至未來它可能有其他的規劃 那其實都非常棒 大家就去住在飯店的時候 在基隆究竟都能走到 這個大約快十分鐘的路程 那我們再講 在市區還有一個就是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其實它就是以一個船員 或是以一個貨櫃 怎麼樣運輸到你的每天生活當中 跟你的生活的連結度來做介紹 甚至可以讓小朋友去化身成為一個小小的海運人員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有趣 然後再來就是像海科館 它大概就十五分鐘的路程 它讓我們就是民眾啊 它跟基隆這個海洋城市 它可能透過像魚類或是船舶 它會有很多的一些介紹跟連結 這些相關的特展其實每一季都有更新 這個是我覺得最熱門被詢問的景點 大家都可以來基隆這邊就是參訪 基隆擁有獨特的山海港景色和特色美食 悠久的四百年人文歷史風華 這些對於遊客都可以開拓新的視野與體驗享受 尤其在基隆港郵輪爆發年 將有更多的外地遊客來基隆 相信更多的主題套裝行程或半日遊 可以讓遊客有更多機會來認識基隆的魅力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另外為止基隆 馬鈴的新一花 比米花圈沒真正是花期 本來九萬六月的花圈開始開花 有個個在兩禮拜 很多地參加生境一樣的比例 真的是置身在美麗的仙境裡面 置身花海周 宛如人間仙境 我還是第一次來 人間仙境的感覺 那真的很難得 很難得 民眾口中的仙境是七度農友 陳德朗所培育的秘密花園 以新一花為大宗 每年過年後 炸暖環寒時盛開 主人說 今年開出上萬朵 遠勝前兩年 從山下望上去 煞是美麗 今年的雨季 天氣比較好 所以它開的比較多一點 我應該有三萬朵 到上面還有兩種有高杯 低杯 還有白色的 謝忻培育新一花二十多年 歷經多次失敗 最終成功 一直到現在 德郎大哥 依然在進行花種皆知 這是成功的一個例子 像剛剛那個小小的枝幹就枯起來 像這個就已經 哇 長長了 那可能再過個兩年 差不多就可以開花了 天天看啦 來拔菜就看花 都心情很好 這個新一花 在我們這邊真的是少之又少 它還有一些特殊的功效 它是一個要用的食物 那我們想要請那個 德育食品系管理系的教授姓蔡 他有心想要把這個東西去提煉成精油 那我們是不是看能不能把這個新一花 在它花洩了之後呢 再做一個利用 那成為一個產品 再擴大它的一個附加價值 那今天真的很幸運 真的我們來也沒有下雨 看到滿山滿谷的那個新一花 各種顏色還有茶花的襯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除了新一花外 園內還有各式各樣的茶花 其中一顆黃金茶花 各種是開滿整樹 金黃色的花朵 在陽光下閃閃發光 非常耀眼 德郎夫婦歡迎民眾來賞花 想賞花的民眾 要好好把握這兩個禮拜 但請記得事先預約 以免撲空 新一花的秘密花園 記著讚 GIN 基隆報導 各鄉這位紅帥 將進行塞到共產的中心地段 也有過今年地段開放開營 對處港祖人員一定在進行 合致系統的行車車檢驗 希望在六月進行 抵擋通車企業 捷運列車緩緩死路車站 歷經多年 紅線捷運 終於正式開路 甘山的核心地段 目前到RK1甘山車站的軌道路段 已經完成 高雄捷運局完成車站的集聯安裝 展開耗製系統的行車測試作業 為高雄紅線RK路段寫下新的里程碑 RK1在測試的部分 其實對我們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那我們現在在做耗製系統的行車測試 那這個為什麼對我們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說捷運是自動駕駛 所以說要靠耗製來控制這個所有列車的行駛 所以說目前我們在做的這個耗製系統的行車測試 對我們將來的通車是一個最關鍵的部分 所以說我們目前一直到2月底 會進行這些相關的耗製的測試 工作人員嚴謹地進行行車測試 因為平時捷運還需要營運 只能在凌晨時段進行作業 大家抓緊時間朝著今年6月底 通車式營運的目標邁進 行車測試完成之後 我陸續會再做系統整合測試 那這個系統整合測試就是 所有的系統合起來 然後它相關的運作能夠協調搭配 然後可以發揮運輸的功能 然後接下來如果在3月 我們完成了這個整合測試之後 在4月的時候我們會做試運轉 然後如果這些東西都完成的話 我們就預計會提報這個中央來做一些 處理看的動作 那最後是希望能夠達成在6月通車的目標 麗拼6月完成RK1的通車後 也就代表RK1路段的第一階段完成 接下來將進行後續的第二階段 將路線北沿道路竹 預計117年有望可以完工 我們整個鋼山路竹延伸線是分兩個計畫 那第一階段是到RK1車站 就是我們目前在6月要通車的這個路段 那接下來照RK8的部分 目前我們到RK6都已經發包在施工中 那已經也開始在施工 那我們也是定出目標來 希望在2027年就是116年的時候 能夠通車到RK6 那這個就是在鋼山跟路竹交界的那個地區 北高雄的民眾期盼捷運路線北沿已久 看著施工好一段時間的RK1就要完工了 期待紅線RK路段完全通車的那一刻 記者選軍高雄報導 感謝收看三位20號的中間台南庭新聞 我是顧問給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